好 持續來看到臺米開封席台 在不少地方都造成了災情 那麼尤其這個農民的損失 也是相當的慘重 根據農業部更新的一些災情統計 截至昨天傍晚四點為止 其實農業產物以及這個民間設施的損失 農損失高達了三億六千五百萬元 那麼其中來看到了是屏東最商 那麼屏東的部分 農損是兩億四千三百多萬元 位在第一名 那麼其他地區則是花蓮縣 雲林縣以及高雄市 分別農損的情況也都很嚴重 那麼農作物的部分 其實被強烈的風雨吹到東島西歪 受損相當的嚴重 那麼我們如果以農作物的損失來看 其實總被害面積是達到了四千多公頃的 那麼其中又是香蕉最為嚴重了 其中香蕉損失是有達到八千八百多萬元 那麼其次像是檸檬的損失 也是達到了兩千兩百多萬元 另外像是大家其實平常 烹飪常常會用到的蔥還有不少人喜歡的 絲瓜 龍鬚菜 韭菜等等 受損也都相當的嚴重 那因為這個災情持續 那麼風雨雖然有比較減緩了 但是在很多地方淹水的情況還是 還沒有減緩的 那麼預估這個農損可能還會再繼續的往上攀升 所以連帶的菜價也可能會持續的飆漲 現在的農作物這個損傷的情況大概是四到五成以上 所以像是現在市場的到貨量是大幅的減少了 像是民眾還蠻喜歡的瓜果類還有葉菜類等等 業者就推估了這個市場的零售價恐怕會漲三成以上 那麼到時候呢這個消費者也是相當的吃不消 那麼在宜蘭撰圍也有農民 光是一個人就損失快四十萬元 放眼望去一片狼藉 整片農田都泡水 仔細看宜蘭名產三星蔥 全都攔腰折斷 根本沒辦法採收 不只三星蔥 還有農民種的護瓜 也被吹得散落各地 凱米颱風席台 迎風面的宜蘭農民損失慘重 這裡是撰圍最大的蔬菜殘區 但準備收成的農作物全都以吸泡湯 原本已經要收成的三星蔥 現在只能放到爛掉 凱米颱風已經遠離台灣 但造成的農損卻難以估計 在宜蘭耕種將近四十年 農民對這片土地有著深厚情感 但每每得靠天吃飯 每次颱風都得經歷相同情況 讓農民連連寒苦 不過當地鄉代表則認為 會淹水與河川局的規定 脫不了關係 鄉代表解釋這次颱風風雨 不是最大 但卻造成嚴重農損 希望河川局重新檢視規定 什麼原因造成災情還要研究 但大家只希望政府能多幫幫 口天吃飯的農民真的相當辛苦 記者最後報導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李宗盛 有望 鄧 有週 並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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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寶貴 有 有